欢迎各位光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居住第二场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谭嘉欣 在此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光临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 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 以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正方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在当代网络社交媒体适合探讨深刻话题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辩张一霄 正方二辩张阿金宇 正方三辩谢贤良 正方四辩徐南向各位问好 反方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在当代网络社交媒体不适合探讨深刻话题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曾子强 反方二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王乐奇 反方三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杨亚诚 反方四辩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胡秋实 今天表反方 澳门科技大学普通话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 在认识了双方变手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胡建彪先生 刘晶晶先生 张哲耀先生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 将有两声铃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居组第二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词一环节 有请正方一辩 感谢主席 网络社交媒体是基于用户关系 内容生产与交换的平台 例如微信公众号 微博 知乎 脸书等 所谓深刻话题 一定要对广泛的人群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们会说 政治 社会 哲学话题是深刻的 而判断某种媒介是否适合探讨深刻话题 主要看这一场域在机理上 与探讨深刻话题所需条件是否一致 就像我们说 阿里山适合种高山乌龙 并不是说阿里山上最多的植物是茶叶 而是因为阿里山的气候和土壤 有利于茶叶的生产 我方认为深刻话题的探讨 来自观点的相互碰撞 网络社交媒体强大的聚焦能力 和去中心化讨论氛围 能为碰撞提供适合的场域 第一 网络社交媒体的实时性和交互性 有助于民众聚焦在当下社会热点话题 形成大量观点碰撞 推动话题走向深刻 在前互联网时代 大规模群众同时关注和讨论某一深刻议题 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网络社交媒体的实时性 帮助信息传播速度更快 交互性让社交媒体融合了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 让大规模的聚焦讨论成为可能 以最近的王力宏事件为例 他在微博迅速发酵 短时间内引发全网关注 中国妇女报在微博 就家庭主妇劳动价值的探讨 月居热搜第二 李静雷引用的煤气灯效应一词 引发大量心理学探讨 受害者如何识别和摆脱 被施加情感虐待和操控的讨论 让多篇十万家爆款一页刷屏 煤气灯效应一书 甚至一跃成为大众心理学热销第一名 网民更有对于阶级男女 甚至双方表达水平的讨论 从王力宏和李静雷事件中 学到什么的话题 有1.5亿阅读量 在爆发性的讨论中 话题源于八卦 却走向了心理 法律 性别等诸多深刻话题 聚焦引起讨论 讨论带来碰撞 碰撞走向深刻 第二 网络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特质 避免了自上而下的观点灌输 带来了对深刻话题平等 自由的探讨氛围 根据英国著名思想家 约翰·米尔顿的理论 思想市场越自由 就越有助于深刻议题的探讨 就像先情诸子百家争鸣 没有定于一尊的观点 对当时社会深刻话题的探讨 却更加充分 在前社交媒体 自上而下的结构中 社会公众处于被动接受消息的地位 难以形成平等的探讨 而在社交媒体 自下而上的发声渠道 和去中心化的信息交互中 塑造了不以人肺炎的平等氛围 有助于各种声音的充分交流 2017年 Metoo运动须齐卷全球 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人 使用Metoo话题 分享了自己从前 幼于女性职员的弱势地位 而不敢说出的职场性骚扰受害经历 随着Metoo运动受到关注 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州 已出台禁止性骚扰保密协议的法案 美国民意研究公司 Terry Undem的合伙人指出 美国人在Metoo运动后 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 社会中的权力结构问题 诚然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环境 的确并非完美 但深刻离不开日常 探讨离不开大众 比起粗暴的张旗 拒绝在深刻话题的门外 抱持相信和期待的态度 才是社交媒体时代 更应有的人文关怀 感谢 感谢正方一变 有请反方四变 对正方一变进行质询一环节 第一个问题 你发现为适合就是平台的属性 和讨论的需求 相契合对不对 没错 两者具有相适合性 然后您方认为 讨论需要的两个特性 一个是聚焦 一个是自由 没错吧 一个是聚焦 一个是去中心化 自由平等 没问题 那您判断它 我确认一下您方的比较标准 您方是说 比之前更聚焦 更自由 就适合 还是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门槛 我方觉得适合这个东西 其实比出来的 所以我方今天觉得比传统的场域相比 它更加适合 您方觉得比之前更好就叫适合对不对 不然您方今天也不能跟完美的场合比 您方如果这样比的话 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平台适合 但我方觉得这样论证没有任何意义 我方是觉得他要达到一定的门槛 如果你说比之前好 我问你 孟母三千 每一次三千 都比之前要好一点 是不是孟母三千 一直都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场地 我方其实比较好奇 您方想立的门槛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说法 我方今天所说这两个条件 在您方看来不配成为门槛吗 所以您方已经承认了 打断一下 您方已经承认了 单纯比之前好 不能论证适合 还要达到门槛才能叫适合 没错吧 没有承认 只是您方门槛 这个词实在有点模糊 我方觉得不太能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您方是不是认为 孟母三千的每一次搬迁 都是适合学习的 因为都比之前好 比上一次更适合了 没问题 更适合代表本身适合吗 我问你 我们在红军长征的时候 相比于不能吃东西 我吃一些皮带 也比之前更好 请问红军适合吃皮带吗 我方觉得在红军当时的那个时代 确实是适合的 因为今天这个题目 也有在当下 所以您方得立足当今现实 跟他的同类比他更加适合 同学可以听见吗 可以 如果红军适合吃皮带 为什么我们要说 他们在那么艰难险阻的情况下 还获得了胜利呢 我们对于红军的称赞 不又是他们在不适合的环境下 还做出了卓越的成果吗 所以第一件事 比之前更好 不能认证适合 往下检证 您方的观点 您告诉我聚焦 这个时代有没有一种 这个媒体的泛娱乐化属性 会让我们丧失焦点 您方今天好像把 在当下这三个字丢掉了 我方必须强调 他今天的遍题 是有在当下这三个字的 我知道 我方就是说 我方就是说 即使在红军长军的时候 吃皮带也是不适合的 否则为什么我们要称赞 他们在不适合的场景下 也能获得成功呢 这个标准你要清楚了 你回答我的问题 泛娱乐化 会不会让我们丧失焦点 您方得举 现在是怎么样的 我方看到 现在其实大家 既关注社会话题 这样的深刻话题 也确实在网上找乐子 这两者之间 其实是并不冲突的 你会我方一边给你 论证冲突 第二件事 越自由越好 越出中心化越好 请问 自由产生了微博的 打拳的全师 他对深刻探讨 好在哪里 您方具体想说什么呢 因为全师这个词 现在其实也有点被滥用了 打断一下 您讲的 诸子百扎的自由 是不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 多元才是好事 如果肆意的自由 带来了更多情绪化的 非理智的言论 还是好事吗 我方觉得情绪化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侮辱谩骂 这部分我方可以承认 对深刻话题探讨 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情绪化的发言 我方觉得并不一定 对话题探讨没有意义 打断一下 所以自由本身 并不是好处 有门槛的自由 才是好处 以后我方会认证 他没有达到这个门槛 谢谢各位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3分25秒 反方时间所剩14分51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 进行陈词一环节 好 谢主席 各位好 根据传播学者 安德烈开普德的研究 社交媒体主要特性为 其允许用户 自己生产的内容创造和交流 不同于传统媒体 去中心化的低门槛限制 和自我创造的自发属性 在其中尤为显著 而深刻问题的讨论 不同于一般意的发表意见 除了理性的讨论环境 还要求参与者的理性分析 要判断适合与否 就要看社交媒体 能否通过讨论 为议题提供更深刻的解答 或以讨论者 带来更深刻的思考 我方认为 社交媒体现阶段的属性 不适合讨论深刻问题 将于以下两点展开论证 第一 在后真相时代下 注意力经济主宰的社交媒体 会导致讨论基础偏移 讨论焦点模糊 深刻话题的讨论 首先要基于完整而正确的 事实基底 然而在后真相时代之下 信息趋于模糊 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 了解到完整的事实 甚至会得知很多错误的讯息 导致我们的讨论基础 发生偏移 根据美国科学杂志的研究 调查人员在社交媒体中 选取12.6万则新闻 这些新闻共有 约300万用户 分享超过450万次 由6家国立机构 核实真实性 结论显示 在社交媒体中 假消息得到转发的几率 比真新闻高70% 假讯息之威胁可见一般 在平权议题中 经典的3000万女人 遭到杀害的数据 其实也并非统计得出 而是根据错误的计算逻辑 得出的虚假数据 依据这样的数据 讨论出来的平权 也不具备真实的参考意义 除此之外 社交媒体上热衷于 泛鱼的话的倾向 也会偏移讨论的焦点 例如在零声兵乍卷事件中 大家的注意力 都被镇魂锦上所写的 童真一声所吸引 封建迷信消极的 对于零声兵乍卷的 严肃讨论 这种模糊讨论焦点的环境 自然不适合讨论 深刻问题 其次 社交媒体导致的群体激化 正在加剧社会的分化与撕裂 将越来越多人 拉入某些对立情绪当中 丹尼尔底查森教授说 互联网只是一条 偏见高速公路 这些社交媒体 让我们变得更加愚蠢 在不同观点中 社交媒体往往会推荐 与自己相似的意见 这就形成了 沟通和交流的同温层 不同群体间往往闭塞 拒绝接受他者的意见 多伦多大学的哈亚特罗斯表示 算法会按照用户的喜好 过滤和显示新闻结果 这样加剧了 固定政治看法 向偏执方向发展的开始 皮尤研究中心 对一万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 64%的人认为 社交媒体对当下美国 当下美国的影响颇为负面 被调查者普遍认为 社交媒体的权编战 不仅加剧了两党分化 而且也在加剧公众分化 社交媒体的算法 使用户离不同意见 越来越远 在回应室中被相似的观点所载制 拒绝同外界的沟通 进而加剧社会的撕裂 在微博信蝶议题的讨论中 评论中充斥着 普希兰求放过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田园女权师诸如此类的 对立刺耳言论 当群体趋于对立与极化 愈发难以达成讨论中的共识 撕裂难以弥合 社会愈加动荡 如此态势之下 社交媒体不一阻碍了 有关深刻问题的严肃讨论 以上感谢 感谢反方一变 有请正方四变 对反方一变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问对方同学 所以您的门槛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的门槛是 我们今天希望社交媒体提供理性 而大家有思考的交流 而不是所谓的攻击 让大家愈发撕裂 讨论也会失教 我理性 理性就是比如说 我们不会攻击 不会负面情绪的鼓骂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 微博女性议题中看到 非理性的讨论比真实讨论 比我们理性的讨论 点单数要超过两倍 这样的讨论 是我方不希望在社交媒体中看到 你给我的就是一个程度概念 要越理性越好 但你方刚刚讲的 你们是一个门槛 所以你的准确标准在哪里 告诉我 我们希望是主体趋于理性 而社交媒体 不会加速我们公众的分化 我们在讨论社会议题的时候 也不会逐渐地失交 而公众也不会在讨论中 还是越不撕裂越好 这是一个标准跟范围之间的区别 您方既然在四遍质询我们的时候 说有明确的门槛 你能不能拿出一个明确门槛来 现在没关系 我们可以退回到 双方都是程度 我们是愿意讨论的 是这样 我们今天讲的撕裂是 大家愈发拒绝沟通 这样的撕裂 是我方今天不愿意看懂 比如说我们刚刚 我认为您方 我终止一下你 我觉得你在讲的 还是在讲描述性的 如果二遍有一个明确的门槛 二遍提出来 那我们就看一看 你说在辩论的时候 我们提供的事实 是完整的事实真相 是这样 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 辩论是一个适合讨论 深刻霸底场合 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场合里面 我们进行假议 我先请问你 你觉得辩论是吗 辩论比赛适应 如果大家是异性讨论 而数据又是真实的 大家愿意沟通 打成共同 上午我们被批评说 我们数分还不是造假 我们只是数据准备的不够充分 完整性有问题 是不是挑战了您方的门槛 没有啊 我方今天讲的是 如果你的数据足够真实 而你们愿意理性的沟通 达成共识 比如在质询的时候 我愿意听取你方的疫情 不像我方今天讲的 社交媒体加剧我们的撕裂 我拒绝跟你沟通 我再问一个问题 撕裂的问题啊 辩论是在我们两方固定立场 是最撕裂的 最极化的 一点跳动的这种可能性都没有 撕裂的立场是非常不利于 我们探讨深刻议题的 对吗 是这样的 我方讲的撕裂 学长你听我讲完 我们今天讲的撕裂是 根据同温层效应 根据过滤气泡效应 社交媒体让大家趋于 一个个过滤气泡中 趋于一个小集体中 我们拒绝跟别人沟通 我们只接受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辩论不是拒绝别人的探访 不达成共识 我觉得两方的观点 是完全不同的 并不一定等同于 我们无法讨论出 真正有价值跟深刻的议题 所以您方的两个标准 在这个例子中 就没有办法成立 门槛又没有给清楚 希望您方二边 能跟我们一个更清楚的解释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12分02秒 反方时间所剩 11分58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变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打包处理一下 对方没有两个论点 因为我感觉 对方没有两个论点 根本没有在谈 互联网社交媒体 他谈的是人是大众 因为你说的 后正向时代和群体计划 只要有大众出现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跟社交媒体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方在一开始论证 就已经偏提了 既然你的论点没有下例 我看一下你的论证逻辑 对方没有说 适合是一个门槛概念 那就用你的例子 你觉得孟母搬到哪里 最适合呢 按照你的逻辑都不适合 因为哪里都不像你说 有理性 就绝对理性和绝对真相 就算他搬到桃花园 桃花园也有缺点 不知有憾 无略未尽 他封闭闭塞 是不是缺点呢 所以按照你的逻辑 孟母搬到哪都不合适 所以你没有给出门槛 你又要门槛 这本身就已经不合理 你的论证方式 也已经有问题了 那我就进一步看你的挑战 你说大家在后真相时代要去 即便他不是网络是要媒体 那我不妨进去挑战一下 你说大家很混乱 后真相 恕我直言 你说他在菜市场 为什么不可以是雅典学院呢 那为什么我认为 网络是要媒体更像雅典学院 因为他至少就有 我方论点提出了两个特征 一它聚焦议题 不会让大家在 像菜市场一样乱哄哄的吵闹 第二它去中心化 因为在这里 无碍无失误 更爱真理 所有的议题在平等的模式下 大家可以提出相反的意见 进行探讨和碰撞 那这些探讨和碰撞本身 就意味着深刻化体的进一步推进 最后我们就意识到 如果你本身在抨击 所有大众的话 那我不仅想问 近代以来我们倡导 民主化本身就是 人民参争与政的过程 按照你的逻辑 本身反大众的模式 要大家真的理性 要大家真相 我不仅想问 到底哪里有这样的场域 如果你方也举不出来 你方要不要承担 在当今 没有任何地方 适合探讨深刻化题 也就是在当今 人们就不能探讨深刻化题 论证义务 如果您方想承担 麻烦您方后续论证 我和志陈教练结束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 进行质询二环节 好 对方同学 我想请问 当一个社会议题的热点 爆出来之后 可以引起大量广泛的讨论 你方第一个论点 它是不是也来源于 人的参与 不不 是因为如果没有 网络社交媒体 大家根本无法真的聚焦到 这么一个广大 宏大议题之中 来我请问 在传统媒介时代 我的报纸 可不可以让我们关注问题 比如说德先生 赛先生也是报纸 报出来的呀 但当时有多少人看报呢 所以只是一个放大作用 对不对 所以我方今天 关于后真相时代 跟分裂 也只是社交媒体 提到放大作用 你我双方都只是 在放大人的特性 所以你方不要苛责我方 再往下走 你方阿里山茶花的例子 我想请问 你方是告诉我 阿里山上 只要有地方有茶花 你方就可以得证吗 不是 是我们判别 这里适合种茶 就看到它基里 而不是这里遍地都是茶 来我问一下 如果我们在阿里山上 种了好多茶花 但就只活了一棵 是不是不合适 那当然 这个毫无疑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是可以答应上去的 所以我们如果讨论了 好多政客话题 但是只有一个 如你方所说的李静雷 讨论好了 那你方不能得证 到目前你方也只是孤证 那我来问一下门槛的问题 如果我方今天 对于门槛的举证 是整个环境中 理性仗为主流 超过50%为门槛 这个你愿不愿意跟我聊 你要举证 所以我先劝一下 你的门槛 就是50% 所以太好了 我现在来跟你举证 我们先来聊假消息的问题 请问基于假消息 讨论的深刻话题 总是不好的吧 这个态度可以吗 你觉得我们认为 网络上并不是假消息 来我请问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说有一个假消息 叫三千万女婴的死亡 在中国是事实存在的 这是基于一个统计学错误 这个假消息 有利于男女平权的议题探讨吗 我其实不太清楚 你这个例子 但我可以给你基底性的举证 因为国家社科中心 你回答我这个例子好了 当我们男女平权的数据 都是错的 探讨怎么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男女平权 你想数据是什么意思 太好了 所以假数据有碍于 我们深刻铁探讨 我们根据美国科学杂志的调查 发现假数据的转发量 在互联网上是70% 而辟谣的真数据是35% 高出了35% 是不是主流 我想反对你这个基底 你愿意给我时间吗 我不愿意 您方反对基底 您方有没有对抗数据 我有啊 所以我说你给不给我时间呢 您说 好 那我如果我说的话 按照我们国家社科中心 19年的数据显示 我们国家舆论反转 总体符合自我纠偏的钟摆模式 换言之 在最后钟摆会导致一个 自我平和和理性 打断一下 您方刚刚讲的是舆论反转 没有讲假数据 所以假数据我方得证 我忘了 舆论不是基于数据吗 娱乐消息的问题 您方不要打断我 娱乐消息的问题 想请问 如果在我们讨论一个 严肃话题的时候 有人在旁边聊些 网梗的娱乐性的消息 会不会对我讨论 严肃话题有影响 还是您方认为完全无影响 没有影响 因为我觉得这个场域足够大 不会涉及到影响问题 来 请问您方 王一聪跟孙英宁的事件 您方了解吧 不了解 不好意思 不了解 您方知道 这个事件 只有官媒在讨论的时候 他在说强权 对于弱势者的轻压 而大部分的媒体在讨论的是 孙英宁的黑料 在讨论的是舔狗话题 因为这些东西最好玩 观众最喜欢 是不是轻压 我觉得你要看讨论 不是只有媒体的加入 所以我们有没有挤占 所以网民是怎么讨论的呢 你要举证啊 你讨论的事情是 王四聪是个舔狗 而不是王四聪说 因为我是强权 所以我要让你射死 这样一个本因被讨论 我感觉应该不是 我再问 杭州杀妻案当中 当男性把女性分尸 冲信下水道的时候 有网友在网上 为了眼球经济 讨论的是五吨水警告 我也要把我的女朋友 冲进下水道 这样子的极端言论 这是好的吗 不不 我先劝一下 回到刚才那王四聪的例子 所以你的逻辑是 只想让官媒说话吗 不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 正是因为大部分人的讨论 偏移了大家的焦点 刚刚的问题 你回应我一下 我不觉得大部分人讨论 必然偏移焦点 这个是你要给自己论证 我举证了 但是你没有举证 好 所以偏移焦点这个 我方也可以得证 最后一个问题 聊社会分裂 我方今天聊的社会分裂 一直都是说 如果当我们分裂成了 同文层中 不愿意听对方 说话的样态的时候 这件事不好 根据那个 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调查 在我们讨论的时候 负面情绪的评论 是比那个正面情绪的评论 要传播效率高出一倍的 你方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不不 所以我方后续只要举证 官媒讲错 大家讲的是对的 我方就得证了是吗 我觉得大家群体之间 是有碰撞 这是我方论点一 太好了 所以等我我身份 只要论证 这样的碰撞在分裂的时代 不能成立 我方即可得证 感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十分十秒 反方时间所剩 八分二十五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 进行陈词二环节 好 谢谢主席 今天他方五分 是想要告诉我们说 声音更多的呈现在 社交媒体平台上 是一件好事 但我方看到 他反而会加剧更多的乱象 对人们的讨论 产生不好的影响 再跟林方解释一下 假消息的那个数据 三千万女婴的 这个错误的统计数据 带来的讨论是 人们认为父权是 逼死女性的一个权利制度 男性为什么单身 是因为他们的对象 早就被他们的父母杀死了 这种基于错误 社会现象的总结 得出了一个错误的讨论 导致了人们对于 贫穷问题这种 深刻一体讨论的示交 这是我方想要向林方 强调的示交所在 不仅如此 我们发现 社交媒体平台 是一个区域眼球 经济之下的产物 资本会更加去乐意 看到一些泛娱乐化的 简单的夸张 甚至刺激的言论产生 他们会推动这些言论 被人们看到 人们也更喜欢看到 一些吸引眼球的东西 譬如说王思聪事件 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 原来富而大也和我一样 是一个庭总 这种亲浅的 娱乐化幽默化的 对于深刻一体的解构 也是我方认为 讨论市交所在 再往后跟林方说 林方说有更多的群体 更多的立场 更多的声音 但我方看到 群体群体之间的讨论 并不像林方所想的那样 是一个合适的讨论 在我方看来 另一回效应 和一并效应 群体和群体之间 更多的是抵抗和排斥 他们固化自己的立场 听不见对方的声音 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讨论方式 感谢 感谢反方二变 有请正方三变 对反方二变 进行质询二环节 你好啊 你讲孟母三千 需要一定的门槛 可是你还是没有告诉我 搬到哪里才适合呢 我们认为 如果在互联网平台上 这张媒体平台上 讨论的主体 主要是理性的 我们认为 这是你标准的例子 你回答我搬到哪里适合 如果说 大家在这张媒体平台上 能够像学术会议一样 大多数都是严谨 能够倾听彼此的声音 我的问题是什么 学术研讨会议 已经跟你方说过了 如果能够像那样的话 所以孟子把家 搬到学术研讨会议 隔壁就具备了门槛对吧 您方要聊类比的话 我方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学术会议中 是不是也有一些高质量的 更理性的 有一些相对不理性的 是不是你搬到 最理性的讨论 才叫合适 我方认为 只要理性占据主流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 你怎么判断理性 是否占据主流 因为我方现在的数据 看到它不是主流 就比如说 在关于声誉 微博话题的讨论下 非理性的点赞数量 或者说赞同数量 是理性的声音的两倍 好 我想各位听清楚了 主流 整体 合力 这些所有的 您方程度性的论述 之后要比较 我进一步问你 你方觉得娱乐 就一定不能讨论 深刻议题对吧 这娱乐会影响到 深刻议题的讨论 不仅是试交 对 我问你的是 人抱着娱乐的心态 就一定不能讨论 深刻议题 你方打算论这件事情吗 您方可以举论 他们如何讨论 我方看到是会导致 我们发现 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脱口秀演员 叫乔治卡林 看他脱口秀的人 抱着娱乐的心态 却收获了 关于美国政治议题的收获 这件事情 为什么没有探讨深刻议题 我方认为 脱口秀本质上只是 他并 首先他并不属于社交媒体 这更何况 脱口秀他本身是一个特殊的 我问的是逻辑 寓教娱乐 为什么不可以 你的回应是 寓教娱乐存在 就是寓教娱乐 我们现在看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它不太存在 你认可这个逻辑 只是你觉得现在没有 一会我陈子跟你充足的读数据 下一个问题 现在社交媒体上 有谩骂的言论 就能论证不适合 对吗 我方认为 谩骂的言论不利于讨论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辩论赛场中 我骂人 辩论赛不利于讨论 探讨深刻议题 对吗 你要是在辩论场上骂人 我方认为也不利于 我们双方进行深刻议题的讨论 是我个人行为 不能影响这个场域 得看这个场域再怎么做 我问你 所有的社交媒体 哪一个是鼓励骂人 谩骂互相攻击的 有吗 我方看到互相攻击会越来越多 我方有机理向 您方证明 负面情绪的传导能力会更强 我问你 哪个社交媒体的用户公约 是鼓励允许大家互相攻击 有吗 不是公约是没有 但是现象确实这样 好 没有 所以我问你 在现实生活中 你知道为什么 他的公约里 要规避这件事情吗 我方是理解是 如果说 如果大家都不理性的 对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因为如果这个平台上 天天的人是互骂 大家看着没有意思 所以没有流量 如果只是骂人 是不是他为了让大家更有流量 会鼓励大家聊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 没错吧 我方也倡导说 大家进行理性的投论 好 所以逻辑已经没有了 最后一个你讲的是群体的撕裂 你方为什么认为群体撕裂 一定不利于讨论深刻话题呢 因为我们看到群体撕裂的背后 是大家互相不领听对方的声音 甚至对对方的声音 群体撕裂的反面是 群体撕裂的反面是 您方可以矩阵一下 我方看不到 你觉得是什么 群体撕裂与之相对的概念是 就像辩论赛这样 双方可以进行一个理性的探讨 群体撕裂的反面是 各个群体之间完全的巩固 自上而下完全只有一个声音 怎么探讨 最后我问你 你方的逻辑是不是 现状下人们社交媒体不适合 对吧 现状确实是不适合 那人们去哪探讨深刻议题呢 不好意思 人们去哪里讨论深刻议题 我方认为线下也有很多的条件 给您方进行讨论 比如说学术研讨 比如说信访 学术研讨是一个 大家都能参与的场域吗 我方并不认为说 在当下就一定需要 所有人的参与 所以大众不应该参与 我方之后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价值很可怕 谢谢 不应该是说现在不用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7分46秒 反方时间所剩7分10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战术暂停环节 在本环节 双方可各派一名教练进行指导 此环节单独计时 时间为3分钟 接下来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变 谢谢主意大家好 如果我们今天的辩论场 变手人人都骂人 人人都讲脏话的话 我说实话 我们的辩论就不是一个 值得我们尊重的活动 也不是一个适合我们讨论 深刻话题的活动 我们新国变能办得好 难道不就是因为 我们虽然火星四溅 但是我们彼此都讲文明讲礼貌 愿意倾听宁方的声音 所以我们才能把话题 往下深刻探讨 所以接下来 其实我们要证的事情 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我们现在的 社交平台讨论环境中 主流的讨论模式 到底是什么样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 宁方第一个论点 其实根本证不成 宁方讲实时性交互性 这个消息出来的非常快 宁方有没有发现 这个论点恰恰是我方得证 原因是因为 当消息出来的快的时候 假消息出来的也就快了 而刚刚质询中 宁方也得出了共识 一个假消息的探讨 如果变手用的全部都是假数据 那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讨论这个议题 怎么可能得出一个 严肃的结论呢 三千万女婴 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都是仇男言论 告诉你 你现在为什么光棍 找不到女朋友 是因为你爸爸妈妈 把你的女朋友全都埋了 这样的言论 居然是有利于 我们深刻话题探讨的 我方不能同意 而现在消息 言论当中的假消息 是什么样的 我方从基礼上告诉你 眼球经济 让现在话语权下放之后 大家愿意去造一些 让人感兴趣的消息 真实与否 我们没有那么关注 没有那么在意 而我们根据调查显示 也发现假消息的传播量 是70%的转发率 而真消息的转发率 只有35% 所以在假消息这样子 确实发现 它的转发率 真实性是不高的 所以整体上 这一点我方得证 第二个部分 女朋友一直在讲 寓教于乐 讲有些话题 是不是总能聊得好 女朋友唯一举了一个例子 是什么 是李静雷的例子 到这里 女朋友也只有这一个案例 可是李静雷 为什么这个话题 相对聊得还好一点 一是因为这个话题的 争议性没有那么大 它比较特殊 二是因为李静雷本人 他讲的东西 比较理性 他是一个相对 优秀的意见领袖 可你知不知道 与他相似的都美竹 简简单单只是说了 一个吴谦 调侃了一下吴亦凡 就使得吴谦这个词汇 成为了那段时间 吴亦凡讨论当中 最热点的词汇 而关于吴亦凡的性侵 最后是由谁来解决的 是由公权力来解决的 所以尼邦发现没有 尼邦这个话题 能不能讨论得好 纯粹要看这个意见领袖 本身是不是一个 优秀理性的意见领袖 可当你把话语权下放 给所有的意见领袖的时候 你就很难保证 这个人是足够理性的 这是我方要跟您聊的 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尼邦说话语权下放之后 其实不一定大家都会骂人 因为骂人听多了会无聊 坦白说到没有 你这没有常识了吗 骂人才是最有意思的呀 我们要知道 之前视询赛 那个骂人的视频 点击量比我每一个 截片视频都要高 我们发现骂人这个事情 恰恰是最有噱头的 撕逼才是我们现在网友 最喜欢看的 所以根据眼球经济 骂人这个点 其实我们也可以得证 所以往下走 最后一件事情 您帮告诉我 在现在的社会 分裂或许是一件好事 这可能是您帮后面要讲的 可我想问您帮一件事情 分裂如果只是分化 我们只是不同的观点 那或许是一件好事 比如说我跟我方三变 和您帮可能有不一样的观点 我们讨论讨论 交流交流 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可是如果我们成为了 马尔库塞所说的 单向度的人 失去了批判思考的理性能力 我们像斗败女权分组 像斗败同婚统组里面那样 他们不光批判男性 甚至你这个男人 如果跟女人 你这个女人 如果跟男人结婚了 生了小孩 我甚至都要骂你是一只驴 甚至要把你开出女籍 这样子的思维 为什么会有利于 我们成为一个更多元的人 看上去这个网络上 有男权有女权 但事实上只有一种人 那就是你自己 因为你只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你只能听到跟你相似的声音 逆火效应 回身必效应 让你拒绝外面的声音 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声音 就像是在传销的时候 不断地是没有人跟你说 赚钱赚钱赚钱 你的思维就会被固化 而对于对立的声音 你就不听 而在实证上 我方也告诉你了 在现在的微博讨论区中 关于不理性的声音 它的点赞量是成倍数上增的 换句话说 它比理性的声音要更多 而宾夕法院院大学的调查 也显示现在的非理性言论当中的 消极情绪的言论传播量 更容易形成病毒式的传播 这是我方讲的第二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 猜测一下你方的价值 你方通篇讲到现在 只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要让大众全都参与进来 我方恰恰告诉你 现在的情况 在当下大家都参与进来 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我们都分裂成了 一个个原子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隔壁的美国就知道 现在的美国 很多人在讨论一个深刻话题 什么 要不要戴口罩 可是这个话题 其实在我们看来 它应该是有共识的 可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对于要不要戴口罩这件事情 他们的认知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单纯的是政见之别 是一个政治立场之分 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吗 他们的民众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吗 看上去好像很自由 我不戴口罩 我可以上街游行 会在互联网上乱喷 但是真正的自由不是这个 而是现在我可以在这里 不戴口罩跟你们打辩论 而他们有些人只能戴呼吸机 谢谢 感谢反方便手 有请正方三便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好 各位好 上架之前冷静一下 用你最后那个例子讲 不戴口罩是社交媒体上 人们反制 去读一读美国的反制主义传统这本书 所以你会发现 你方所有对于现状不理性的解释 是有这么假消息 好 那我给你读数据 15年一份样本3588万的 这个媒介素养调查 发现我国的网民素质评分3.6 属于中性 总体上并非不理性 我们关于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研究 发现516篇有关舆论反转的案例 舆论反转符合自我纠篇的中版式模式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是简单的讲 现在叫理性不理性 用数据讲没有意义吗 因为这件事情是需要靠我们去描绘和构建的 但你方的构建之下的前提是什么 人们一边激化 一边疯狂的互相攻击 可是你想一想你这两个逻辑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如果人们真的都安于待在自己的检房里 人们干嘛要互相攻击 人们自己就过得很舒服 可是如你方所言 网上有假消息 你方全程的举证叫做有一个女婴 她的这个消息是假的 就能推论出所有的消息都是假的吗 恐怕也未必 进一步讲 是不是所有的言论讨论 必须基于真实 才有个深刻一体 我方觉得未必 就是你方觉得李静雷这个事件 我告诉你 核心不在于李静雷本身的素质是怎么样的 而在于她这个话题在社交媒体上是一个影子 社交媒体的意义在于打了一盏聚光灯 她把很多议题都吸引到这一个人身上 到最后她跟王力宏的离婚协理 财产到底是多少万 根本不重要 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现象 总结概括出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 男性和女性的关系 以及我们对于在这个事件中能学到什么 成为了有1.5亿阅读量的内容 所以换言之 就算如您方所言 从一个没那么真实的数据里 也可以得出我们对于深刻议题的讨论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你方的最后的态度 叫做我们现状下就不让大家参与 对你可以讲得很温情 人们不是很适合 可是如果倒问你 现状下我们适合去哪呢 就好像我们今年新国变在线上打 网变适合辩论赛吗 可是在当下它就是适合的 所以你方的态度割裂之处在于 如果你不给这些讨论深刻议题一个出口 就意味着让这些人闭嘴 而你知道闭嘴和禁言消逝文化 是比你方的所谓的社会割裂更恐怖的 为什么 因为社会割裂实际上有自我进化 自我改善的能力 割裂与割裂之间的互相博弈 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而一个冷静的固态的绝对理性的社会 是绝对自上而下的控制 永远没有改善的空间 最后你方对于所有我方 现状下存在社交媒体上的问题的举例 叫做有好有坏 我告诉你有好有坏怎么比 就好像我们任何的深刻话题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从我们具体的讨论中走出来的 我们任何对于社会议题的讨论 都一定要回归公众 人与人之间的讨论 有没有互相碰撞 有没有不理性的成分 我方坦然有 可是像拳击运动 像健身房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与对方充分的搏斗 互相的展开 看上去这个过程 有些血淋淋 有些噪音 有些问题 可是在这个搏斗和双方 给出话语权的过程之中 你和我是平等的 你的每一句话我都需要回应 这件平等的事 让我们社会舆论讨论 走向了理性 所以按照宁方的态度 你不可能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在岸上学会游泳 所以如果你不让民众 进入社交网络 去讨论深刻议题 我告诉你 结果就是这个社会 民众只配备教育 这样的社会 你方杰便愿意看到吗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4分16秒 反方时间所剩 2分23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有请正方先发言 请问对方同学 李静磊跟王力宏 到底谁做对 谁做错了什么 我们不关注 但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们去看 gaslighting这个概念 有没有反思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被亲密的人 用这样的方式去攻击 这是不是深刻意识的讨论 所以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 变山山茶花 只活了一朵 不能论这你方的变体 你方好狡猾 到小节时候才出了两文数据 我现在全部拆掉 你方一个数据是告诉我 3000的人是趋于中性的 但是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们 现在的言论市场当中 还有一个理论 叫做沉默的螺旋 虽然很多人 他是中性的 但是言论市场 是由大部分的 不理性所掌控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你方第二个数据 告诉我 中国有很多的舆论翻战 那是因为目前的中国 仍然还有一个 可靠的公权力 在进行的涨幅 可你看不看美国 当他们肆意妄为的 在网络上 讨论深刻话题的时候 导致的结果是35%的人 不相信美国政府 导致的结果是64%的 美国群众认为 社交媒体加剧了 群众的分化 您怎么看 不要乱拆数据 我讲的是舆论反转 是舆论本身的反转 你公权力的攻击无效 那个数据评价是 人们并非不理性 不是你讲 人们一定不理性 就得正的 所以我们聊一聊 具体的事件好不好 李静雷这个事件中 如你所言 那个事实 我们不那么关注 可是我们关注 心理议题 男女议题 一个个例八卦新闻 上升到对于整个社会 对于男女关系的讨论 为什么不是深刻议题 可毕竟这是个讨论 所以理性的东西 我们三倍已经讲过了 沉默螺是会让 一些理性的人不发声 真正重要的是 有多少不理性的声音 被关注了 我方有数据表明 在微博的女性 声誉一题当中 不理性的评论的点赞数 是理性的两倍 是不是不理性的声音 更被关注 我很好奇 你所谓那些 不理性的言论 到底是什么 带有情绪性的 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愤怒 本就是我们这个 重要议题被解读中 重要的一环 因为它代表了 我们的想法跟观念 这才是一个 完整的碰撞和讨论 任何一种情绪 都不能缺失 太好了 恰恰是猜到 你方要说这一层 所以宾夕法尼亚大学 的调查当中 告诉我们 负面情绪言论 比正面情绪言论 传播的要更加的快 所以你发现没有 反而是辱骂性言论 和人身攻击 是传播的更快的 回应我方刚刚的问题 你妈说 舆论反转 是舆论本身的反转 政府没有在监督和引导吗 是这样 我那个调查是 调查他自身反转的钟摆 没有外力介入 那是那个数据 没有看那个数据 不要乱讲 我告诉你的是 你讲一个传播的快 可是正面价值 像灯塔一样竖在那里 就像李静雷这个事件 它会成为我们讨论 男女一体 做永恒的封碑 一个快 一个树立的是 更深刻的讨论 凭什么你方得正 你方就打算拿一个 李静雷打全场 我问你方 你方那个数据 怎么排除政府引导的变因 怎么排除呢 告诉我 那我们来谈一谈 MeToo的例子 你想不想听 MeToo这个运动发展之后 直接导致了 整个民众 这个能力的觉醒 我们甚至推动了 一些法案的改变 所以这样的讨论 是不是深刻意识的讨论 对 所以我方今天要看的事情是 宁方的舆论反转 是基于一个强大的公权力 在控制着它 可是宁方这是一个 头骰子的事情 要看这一个引导者 到底本身是什么样的 那我给你拿李静雷来打好 拿李静雷之外的 那个都美竹来打好了 他一个无迁的讨论 就直接导致 整个讨论风向变歪 而王思聪事件 大家也不关注 强权对弱权的轻视 大家在意的是什么 是舔狗 都美竹事件中最火的事情 是明星睡粉丝 该怎么讨论 展开了非常多的攻击 饭圈在聊这件事情 所以不是你举 有人聊娱乐 就叫都聊娱乐 你回答一下 我MeToo的例子好不好 鼓励人们勇敢的站出来 之前的声音没法被听到 现在声音被听到了 虽然有一些噪声 为什么不能讨论深刻议题 您发现还会是说 比以前好 MeToo在中国 进行完全自由讨论之后 之后的是什么 是一个阿里的女员工 可以去诬告她的高管 去性侵了她 导致那个阿里的高管 已经被辞退 您发现会这样讨论 基于非事实讨论 为什么好 我们有反思阿里女员工 这件事情吗 来段同学 你两个个例 我方都回过了 敢不敢回一下 整体性数据 根据我们皮尤研究所的调查 根据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民粹主义 倾向在提升 是不是社会撕裂 你就没回我刚才的问题 那我自己不问你了 你觉得MeToo运动 像你说了 因为有阿里女员工的事情 不行 那你觉得这个事件 这个运动要不要发展 那那些被欺压的女员工 被性凌辱的女员工 要怎么发生 请真面回答一下 所以您方的比较 不还是在说比以前好吗 到底是谁在逃问题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的调查显示 民粹主义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 比以前更严重了 回不回 难道一定要完美才适合吗 我们说得过了 是要关注理性的声音 和关注真实的声音 都要占主流 而无论是目前非理性 更受关注 还是谣言传播更快 我方都已经论证了 你方达不到门槛 只比以前好 为什么适合 就是我不喜欢讨论数据的原因 不是我们躲 是因为大家都在口嗨 你刚刚讲那个更加民粹 用你自己的回法 为什么不是公权力的介入 让我们的民粹加剧了呢 来 中央同学 是因为你方没数据 所以你方不敢聊数据 假数据来聊一聊 今天我们发现 假数据的传播率 比真数据高35% 回不回 我正面接你 假数据也能带来 深刻议题的讨论 所以你的所有数据 举证无效 在李静雷 都美族这个事件中 这个事件本身的细节 真假不重要 可是社会对于 明星和粉丝的关系 的讨论重不重要 太有意思了 中央没有 我想请问 婴儿的死亡率 和性别比例 这件事情 算不算一个深刻议题 我今天还在知识网上 看到有一个 研究这个的论文 这不算深刻议题吗 对 所以具体是3000万 还是300万 还是30万 可能会有出入的理解 但影响我们去讨论 男女婴儿不懂 这一个议题吗 假暴 我告诉你 很影响 我们看到网友 有个假数据 甚至被新惊暴 转发是什么 是在假暴当中 女性受害者 占比超过90% 可在复联的官方统计里面 明明是男女被假暴的 比例是1比1 你告诉我 当我们从男女都受害 变成只有女性受害 是不是阻碍了 假暴这个议题的讨论 太好了 你会发现 社交媒体跟传统媒体 对大家的区别就是 传统媒体转了一个数据之后 它就定在那里 可是社交媒体的细节披露 是我发现这个不对 因为我看的有出入 每个人在进程中反转 自我纠偏 你方告诉我 社交媒体上不存在反转 对吗 来 东方同学 太好了 所以在现状下 绝大部分的主流 是不理性的 我方已经证成了 你方现在的比较 彻底沦为了 跟之前的传统媒体比 要更好 那我想请问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选项 叫做现在确实 就是没有合适的平台呢 很正常 因为你立了个 50%的假把子 那我就证明问了 在今天疫情下 那一定要50%人 在线下变论赛 才是最好的吗 今天新博变这样线上 不已经是线下 最合适的方式了吗 我告诉你 为什么新博变 适合理性讨论 适合打病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 都不骂人 都在理性地跟您方讨论 他才适合 如果超过50%的先论 都是在辱骂您方 适合吗 对 所以50%是你定的标准 那你所有的论证 是整体不理性 没有到50% 我就问你 当下如果不适合 民众去哪聊 你告诉我去哪聊 整体不理性 不就是大部分不适合吗 所以您方能论证说 互联网上50% 假消息 50%是骂街 您是这个数据吗 我方的数据 就是告诉你 70%是假数据的 转发量更高 到底多少假数据的比例 那我方确实是 没有办法告诉你 确实就是50%人不理性 不然我方 他一遍立论的时候 就得证了 所以我方用这么多数据 向大家陈述一个道理 那就是现在的 整体环境是不理性的 而您方到现在 没有矩阵 谢谢 你最引以为傲的 那个50%的标准 没有一个50%的数据 来捍卫 我方这里聊的是 整场我们聊的是 在当下互联网 我们怎么讨论问题 我问你当下不讨论 去哪讨论 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 这边 甚至按照你的逻辑 参政民众参政议政 本身就是不应该的 因为你所谓的假消息 和不理性 在民众中都有出现 那按照你的逻辑 反民主才更好咯 中心化本身的政治讨论 是更好的吗 谢谢主位 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反方次变 谢谢主席 对方认为比之前好是适合 我发现达到门槛是适合 但我问对方一边 那个红军例子的时候 对方全场没有回应 所以对方的标准 根本不成立 回到我方标准 为什么我说门槛 能到50%就可以 对方问 那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我们再聊的是讨论 讨论中的50%是 有多少理性的言论被关注 这个关注的比例 有没有超过50% 有多少真实的言论 而不是谣言被关注 有没有超过50% 而我发现两份最重要的数据 第一份叫做 非理性的言论 点赞量比理性超过一倍 它是理性的两倍 这是他50%没有达到的论证 而在谣言这部分 我也说了 在目前这个谣言泛滥的时代 你的辟谣跑不过传谣 谣言转发量更大 要不为什么我们也看到了 3000万女营被辟谣的消息 也看到了家暴比例 1比1的消息 可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这两件事 为什么 因为辟谣的人没人爱看 大家爱看那些 劲爆的心眼球东西 辟谣跑不过传谣 你有那个灯塔 可我们看不到灯塔在哪里 就是我方无论是从谣言 还是从理性 都达不到目前门槛的实然论证 最后一件事 我方跟你聊 所谓价值的问题 人们该怎么做 今天我方既然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 对于那些可能把微博 当成娱乐平台的人 当成肆意去谩骂去攻击的人 他们抱持着言论自由的价值 他们认为言论自由 可能比我们讨论问题更重要 没问题你们可以去做 你们可以在上面享受娱乐 可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探讨 深刻问题的人 我们希望你能认清 当下民众这种广泛言论 他们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破坏我们的讨论 而你方问 他们该去哪里 就像双方说的 红军不适合吃皮带 那个孟子他不适合在一个很简陋的方向学习 可那时不他们唯一的方式 是 所以红军还是得吃皮带 孟子还是在那里学习 那最后教育的方向 我们该怎么去教育他们 你方的教育方向是 这是个合适的地方 我在这里学就好了 我跟着社交媒体走就好了 可是我方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我方希望告诉那些 真正想探讨深刻话题的人 你们要和社交媒体的大主流做对抗 当你们看到一个90%的 家暴刷者是女性的时候 不要那么轻易地相信 去背后去溯源 去找到那个真相 依据真相和理性去 对抗整个社交媒体的主流环境 去做讨论 才是真正适合的 这是我们在这个不适合的时代 能做的对于深刻的问题讨论 唯一的抵抗 不要顺从时代 要对抗这个不理性的环境 谢谢各位 这才真正的教育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四辩 谢谢主席各位好 正方认为 今天讨论适合不适合 是一个相对概念 反方认为是一个绝对概念 在我们移植不断的逼问的时候 终于在比赛的结尾的时候 反方给出了一个标准 50% 后续他们的论证 就是向我们丢了一堆数据 然后告诉大家 50%及以上的言论 全部都是假消息 或者是情绪性言论 我们讲了很多的数据的对冲 我似乎有一点开始理解 上午清华同学 为什么最后有一点上头 就是因为 这个过程真的是好没有意义 就是你提出一个解释的概念 我提出一个解释的概念 我们双方打来打去 一直在讲到底这个数字是 50% 30% 70% 交给评委新政吧 交给各位上网的人 大家自己新政吧 我不解释数据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数据之后 讲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假的又怎样 急的又怎样 讨论真正深刻的议题 假消息一定不可以吗 李静磊跟王力宏的事件之中 到底这两个人是谁对不起谁 谁睡了谁 who cares 我们在关注的是 guestlighting是怎么样一个 立稻草人的方式去攻击对方 我们关心的是男女学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变成在家庭中 亲子关心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是 李静磊本身利用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就在利用社交网络 我们在质疑跟怀疑 消息的真假 注意重要吗 他给我们的是一盏聚光灯 他只要让我们全部都看这里 讨论这里 在这里吸收和成长 这才是关键 情绪也是一样的 情绪一定要冷静嘛 一定那些愤怒的声音 焦急的声音 就是不对的嘛 那些真的在生活中受到了迫害的女性 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声音 喊得更大一点吗 当我们想要了解这个社会中 不同人 不同处境情况的时候 你不看声量吗 你当然要看 什么是深刻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可以让一段讨论走向深刻 你连续问对方五次为什么 对方回答 为什么 对方回答 为什么 每一次的回答都要更提纲见领 都要更高屋见领 达到一个最高的高度 但你不要忘记 最后的那个高度 不是高高的悬在那里的 它是一个整体自上至下 它是由每一个鲜活的暗律 去解读那一个金句良言 是由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例子 组成了这个世界 才让那些真正高高在上的句子 成为了深刻的价值 所以我们讲 真正有意义的深刻 是在于碰撞 人跟人之间的碰撞 观点跟观点之间的碰撞 我们不介意去接受 大家一定程度的不理性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大家说出来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 在同一个时间聚焦在同一个话题上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 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平平等的说出来 真正害怕的 是像对方便有所说 你作为一介平民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 任何的分辨跟讨论 所以你闭嘴 这是我们觉得最可怕的事情 最近一段时间之内 可能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 我觉得打了这么久 我可以讲说 我是热爱辩论 这是一句非常轻飘飘的话 但是有了那些 在寒冬的夜晚里 然后去讨论室的讨论跟备赛 有了在场上这样 肾上腺素 打到我身上的这种快乐 有了那种输了比赛之后的不甘心 这些在一起组成了那一句 我是热爱辩论 这句话的深刻 网络社交媒体 就是这样的一个场合 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方便地 清晰地 快速地 带有情绪地 发表我们的观点 因为在人跟人的碰撞之后 我们真正从平凡 走到了深刻 谢谢大家 感谢正方便手的总结成词 至此 比赛环节已经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填写并上交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下面将公布第一轮印象票的投票结果 胡建彪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刘晶晶先生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张哲耀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 2比1正方暂时领先 现在有请各位评委给出 所投印象票的原因 今天这场比赛挺有意思的 正方经过上一场和这一场 两场看下来 我深深觉得正方对于赛局 可能会朝什么方向眼镜 事前的拿捏非常精准 现场赛局发展的控场能力很强 反方这里让我觉得很敬佩的 就是主要是反方三变的输出效率极其高 我们先来看这场比赛 我的胜负判断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 我的票这里近乎是一面倒 倾向于正方的 双方开出的观点 其实都是挺基本款的 就是正方提出的是互联网 现在的整个机理 有事实性 有交互性 有平等自由的探讨氛围 然后是很能够让我们大家一起去讨论的 当然背后他们有设定一些基本条件 就是今天遍题 我们要讨论的 这个所谓的深刻话题的讨论 要沉淀出东西 我们就要有观点的碰撞之类的东西 有一些附线在里头 但是主要他们认为合适的点 就是那两个 事实性交互性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平等自由 就是聚焦嘛 另外一个就是平等自由的 去中心化的这么一种讨论氛围 反方也是一样的 反方的两个点也是挺基本款的 第一个就是话题会偏移 然后群体激化 让人变蠢之类的 这是两边开出来 可是在第一轮正方咨询反方开始 我的感受是反方的点 甚至是反方整个框架 在我的解读里头 几乎是面对一种摧毁性的打击的 第一个被打击的地方 是来自于门槛的这个概念 这个主要是源自于反方 四变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正方提的一个质询 就是门槛 你们不能告诉我有好处 就代表它符合了条件 就叫做合适 你该有个门槛 门槛这个点 结果就变成正方在上半层 追着对方 就是逼着他 你告诉我你要门槛 对吧 那你的门槛是啥 你告诉我是啥 你怎么证明这个是门槛之类的 我猜想反方一开始是没有设想 自己需要论证门槛这件事情 我猜想 因为我从一变开始的整个稿件中 没有太过明确听到有门槛的概念 然后这就变成了 反方的整个论述 感觉就被打出了很大的论证缺失 用论证责任完成度来看的话 因为这是你开的球 然后你这个条件公平 放在你身上 你又打不了 最基本的论证的门槛 对不起 论证的必要的那个框 那块就缺失了 然后正方对反方的第二层打击 来自于他们把平台和人 给切割开来 他试图把反方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 都归咎于是人的问题 这不是平台的问题 他们说辩论赛场上有人骂人 不代表辩论赛不适合讨论 认真严肃的话题 以此希望能够把今天的辩题 变成是互联网上的舆论的平台机理 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做深刻话题的讨论 这个攻击在反方的上半场里头 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 然后在这两个口子被切开了之后 紧接着就是 我听到的那个感觉就是 正方就大仗旗鼓地进场 去开始制造各种不一定 来破坏反方的观点了 比如说撕裂 撕裂真的不好吗 他们举出了辩论 辩论我们正反双方也是极端撕裂的 那按你这个说法 辩论就不合适了 对吧 这个是第一重对于 社群撕裂的一个挑战 上半场没回应 关于娱乐化 他们举出了像 George Collin 脱口秀聊一些深刻议题 为什么娱乐就不能聊深刻议题 上半场反方没有好的反应 然后再下来 来到后半段的那个挑战 包括说 那你告诉我 我们要在哪里讨论 这里就隐隐看得到 就是反方背后的 正方背后的整个价值主张了 反正可以预想到 他们会走的走向就是 当下最合适嘛 然后就是我们要鼓励人们 多讨论之类的嘛 猜想往那边方向走 所以他上半场打完了之后 整体上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方的整个框架 面对到了相当残酷的打击 是成碎片状的 在我一开始的记录中 然后这里我就不得不说 反方三遍 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的地方 他单凭自己的一段陈词环节 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 就是把己方的这些碎片 一片片抓回起来 然后重新把它粘回一个整块 他的论述成功把反方的整个框架 变成了 一 今天整场比赛 看的不是互联网机理本身 而是在谈互联网的现况 到底是不是合适的 所以正方一开始试图 把平台和人切开的这个动作 来到反方这一个点出来的时候 就重新把它粘起来了 再下来 他很大胆地去接了 关于理性50%的这个点 然后试图就是把几个数据贴上来 然后告诉我们 事实上是 谣言现在是传播最快的 他告诉了我们 意见领袖个人的数字 决定了讨论话题 所以放在上面聊 是在赌 然后他提出了 骂人这类似的东西 撕裂这个东西 其实是会造成整个舆论走歪的 他是正面碰 就是关于撕裂这件事情 然后到后边 他因为前边面对了 就是正方关于价值主张的挑战 他抢先 先把自己几方的这个价值 也大概说了一嘴 大概的意思就是 也不急着现在去讨论 如果你们这个讨论 是呈现这种这么丝的状态的话 那其实是无效的 是不好的 所以到反方三变 他重新把整个东西再沾回起来 那赛局来到这里 用论证责任完成度来看的话 如果不考虑 就是分数环节的这个优劣表现的话 我的判断中是 双方已经各有一套主张 对这个变体完全不一样的解读方式 可是来到整个自由变开始聊 往后走的时候 正方有了多一层输出 让我觉得正方把整个话题的讨论 重新抢回手了 他多了一块什么 这一块从自由变中隐隐带出来 来到正方四变的时候 比较明显地端出来的 当然也没有端得太明显 他其实有一个前台词 所有深刻话题的讨论 他的目的究竟是为着什么去的 在正方的世界中 只要我们的讨论 能够让我们有所沉淀 打勾勾 第二 只要我们的讨论 能够让大家有机会讨论 打勾勾 反过来就是 那不然的话 你让我们这些想聊的人哪里聊去 背后辐射的价值 民主的声音应该被听到 所以在他们的世界中 深刻话题的讨论 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指向的 一个就是 反正你得给我们这些人民 有机会发声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 反正最后我要沉淀出点什么 它就合格的了 这个讨论 这个预设深刻话题讨论的目的 设得挺丢 而且挺狡猾的 我觉得正方对于 我刚才说 正方对于赛局的推演 事前的推演很精明 就是在这一步上 我做出的一个认知 因为你来到这一部分出来 又端得不太出来 但是恰好这一块 可以把反方所讲的 所有的弊处消化掉 因为只要达成这两个目的 在正方的世界中 我哪管洪水滔天呢 我哪管有人被无辜伤亡呢 我哪管过程中 面对了群体撕裂呢 那不重要 我们的所谓的舆论 深度话题的舆论讨论 目的是这两个就完事了 所以在正方开始给了这个变体 有了一个假想的目的了之后 变成正方的所有点串层 反方试图点出的代价 或者是问题 对不起 反方试图点出的 就是网上讨论话题 可能带来的问题 就变成了在正方语境下的 那一种不得不支付的代价 所以整场通场下来 我就会认为正方所给的论述 把反方整个包进来 可接纳而正方能够挺立 能够成立 所以我在判断双方的架构 到最后谁更高这件事情上 是以此决定把票投给了正方 感谢胡建彪先生 下面是张哲耀先生进行点评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对比赛的看法 大家一开始就在什么叫做适合上面 有发生这个增值 如果用我的措辞的话 我觉得正方在讲的适合 是一种相对的标准 只要比过去更合适 或比线下更合适 那就算是合适了 那反方在讲的是一种绝对的标准 那他场上的用语可能是门槛 或是标准 那他有一条明确的合格线 就是比如说以60分的话 50分虽然比30分更进步了 但是只要不到60分 他觉得还是不合适 这是一种绝对的标准 双方在开始的标准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分这两种情况来讨论 但是我这不得不提一下 就是正方同学虽然主张的是 这种相对的标准 但是正方一开始举了阿里山上 种高山乌龙的例子 这根本就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我不可能说我的住家 种高山乌龙一定是比较糟糕的 台北市的植物园里面 有比较合适的环境 可能种的好一点 但是台北市的地质土壤 气候肯定是都不适合种高山乌龙的 阿里山你说的那个核式 绝对不是相对于别的地方的核式 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核式 所以我觉得正方一开始的说明 其实是有一点点抵触的 无所谓那反方我们先谈反方 反方是开出了一个绝对的标准 在正方请教反方的标准以后 我们听到是要大概50%以上是理性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是反方所提出来说 我们想要这个德政 以及我们用来检视对方的一个论证标准 所以我会想要听到更详细的解释 一个是什么叫做在反方的理解里面 什么叫做理性呢 第二个是你所谓的50%的计算的方式 是怎么计算出50%呢 比如说就是你在讲的是我们的网民 所有上网的人里面有50%是理性的人 还在在网路上面发生的讨论 有50%是所谓的理性的讨论呢 或者是我们其实只需要谈那些 真正在深刻探讨话题的那些 网路上的这个情况 至于网路上有很多的这个情况 都不是在探讨深刻这个话题 那那个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只要在网上探讨深刻话题的时候 那些人他保持理性 其实超过50%那就够了 就是我有点抓不太准 反方所说的那个50%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理性是什么意思 像反方后来这个开出来的几个论点 包括说假资料或者是负面情绪的传播速率 是超过正面情绪的 我都没怎么 我没有强烈的感觉到它跟这个理性那种必然的这个关系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厂上出现了一些假资料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理性的态度 理性的方法来探讨说这个资料可能后来产生出什么结果 就好像我们听到说有一个3000万的这个数据 那个是假的 假设真相其实只有100万 或者其实是零 那3000万就算是一个假的这个基础 我们还是可能展开理性的讨论 就是我不太听听不太懂 就是那个假资料跟理性的讨论 就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关系 就是难道资料是假的 所以我们讨论会变成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讨论吗 而且有的时候是虽然那个资料虽然是假的 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导火线好的影子 可能我们会以此展开这个其他深刻这个议题的讨论 同样像是那个负面的这个情绪 就是我也有点觉得抓不太准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又有负面的这个情绪 但是在讨论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理性的内容呢 像是大家在讲的那种煤气灯这个效应 可能有的心理学家或者是律师在聊的时候 他心里是义愤填膺的 然后也表现出他的正义感 他表现出他所谓愤怒或者是觉得悲痛 或者是鄙夷 那可能是反方所谓的这个负面情绪 但是他的文章的主旨还是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些知识点 还是可以分析一下 比如说你说什么家暴案类似的这个案情 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分析 可能还是理性的 那总而言之就是 我觉得反方的那个50%以上的这个理性 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论证标准 那我们那个50%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理性是什么意思 跟反方后面的那个主论点之间的这个连结 我是觉得需要更详细的这个解释的 那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解释清楚的话是 论证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但是我也不会因为 反方好像没有确实的这个证明 他一开始提出来那个50%的这个理性 就直接认为说 那他就一定是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反方顶多是货不对版 但是只要他能够拿出干货 拿出这个实质上有意义的这个论证 虽然跟一开始亮出来这个招牌不太一样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研讨下去 那无论如何我觉得 依照反方的这个主论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50%的理性 那个措辞可能这个对不太上 但是反方在追求的应该是 普遍情况下希望是展开有意义的讨论 就是假资料也许不能说是非理性的 或负面情绪也许不能说是非理性的 但是他要追求是一个比较有意义 有营养有内容的这个讨论 如果是揭秘在假资料或负面情绪上 他觉得是比较没有意义的讨论 或比较低效率的讨论 所以到后来我认为是 反方虽然货不对版 但是那是比较接近措辞表述方式的问题 他还是有一些实质的这个论点 是值得我们继续往下探讨的 但是我认为说没有办法采纳 他讲的这种绝对的适合的标准 我认为大家双方的论证都是在 相对适合的标准下做这个检视的 那我们接着来谈这个正方 我觉得正方在争取相对适合的标准上面 一开始的这个攻防反应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包括说想要拆解这个孟母3000的这个例子 说那桃花源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那些这个小例子的这个解释 确实让我感觉到说是有这种拉平的 其实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 大家其实都是在做这种相对比较的证明 我可以接受这个标准 那再来是正方比较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正方其实是有这个明确的 一个比较的这个对象的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的网络社交媒体 他要跟过去的传统的议言堂来比 传统的可能是这个皇帝或者是教会 这个有宗教政治的这个载质 是非常前置我们这个消息来源的 而且大家也没有什么发生的这个管道 是经若寒蟬是没法讨论的 所以他会强调说我们是要怎么样 要大众大规模的讨论 要实现大众大规模的这个讨论 大家都有发生的这个机会 就要靠这个网络社交媒体 才有这种实质性 才有这种这个交互性 所以他明确的这个比较的这个基准 就是过去的那种这个传媒这个环境 不管是受限于技术就没有网络 或者是受限于这个政治宗教的这个因素 我们就没有这种发生的这个权利 或者是我们跟现在跟线下比 就是线下如果要大规模的讨论的话 因为没有在网络上面 那种这个实质性交互性的这个便利 虽然反方有举了另外一个线下的这个场合 就是学术研讨会 但是确实听起来是非常不便利 也不便于我们大众大规模的这个讨论 所以我觉得正方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相对比较标准 而且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相对比较的对象 相对来说就是反方如果在落入了正方 这种相对比较的标准里面 我觉得反方是缺乏一个明确的比较对象的 就是反方好像隐隐的说 现在的这种这个网络社交媒体的讨论环境 还不如过去呢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这个过去 我们会觉得说是比较适合大家这个讨论 好像就是反方没有像正方那种理直气壮的这个表态 还说告诉大家说对我们觉得网络时代就是烂 还不如过去呢 我们还是以前的情况还讨论的更加深刻 我觉得就是反方好像隐隐的可能有这个意思 但是又没有像这个正方那样子说的这么大声 所以我会认为说正方在那个比较的这个标的上面 是很鲜明的 他是很积极的 而反方在这一块那个比较这个对象模糊下 就会这个落入这个下风 那再来呢反方的主任留意 比如讲一个最场上这个比较这个关键的 就是那个假消息 那个反方的这个矩阵是说转发率 如果是假消息的话 他转发率好像是七成 如果是真消息的话只有这个三成五 大概是这个意思 总之我们就是充斥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假消息 那我觉得正方的这个回应 前面的这个回应我觉得是相当的差强人意的 就是正方一度说 可是我们也有舆论这个反转啊 那反方就说就是那舆论反转跟真假消息有什么关系 那正方说舆论反转可能是基于这个假消息被澄清 这个或者是有真消息 我觉得就是 我们说那舆论反转已经就是隔了有点隔了一层 那舆论反转是基于有真的这个消息或假消息被澄清 那个是变成好像正方比较想当然耳的这个讲法 好像不太像是资料直接这样子写的 而且我一般就是在我的这个经验 那种舆论反转通常是 两边的这个当事人 一边这个今天这个他爆料 明天他爆料 后天他又爆料 所以我们是不是说有真假消息的这个问题 而是不断爆出这个新消息啊 就是我觉得跟那个正方所谓的 这种我们基于假消息的这个舆论 被这个真消息的这个舆论反转 意思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有点这个微妙啦 那而且就是因为反方是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统计数据为正 所以就讲的就比正方好像更加的扎实的这个感觉 那我的建议是我觉得正方遇到这种数据的话 应该更比较积极的来检测证据啦 比如说那个就是 你说这个这个 这真消息的这个转发率很低 假消息的转发率很高 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所谓的那个真消息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高的 像那个 像那个比如说 3000万的这个女婴有时候可能统计有误 其实实际上是2000万女婴 但是在我们讨议这个议题上面 那个中间的那个数字的落差并没有那么重要 或者是有时候可能这个是有一些这个零头 他这个没有把它这个写进来 他可能被当成是数字这个不对 所以就叫做这个假的 就是你一个这个信息要 比如说一篇新闻报道 要整篇的所有的细节都合时无误 那个标准可能蛮高的 就是他可能为了要发讯息 可能有某一个 某一个人的这个证词 某一个人的言论 他来不及这个联系 没有办法这个确认这个清楚 这可能 一篇新闻报道可能90%是真消息 10%是假消息 这整篇报道就会被当成 在反方的归类里面可能就变成这个假消息 所以 真消息的标准其实可能比大家想象中还要更高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可能是一种我们要检视一下他的证据 又或者是回到我们的那个 退回到我们的理论这个层次 因为像正方是有这个 米尔顿的这种这个 这种这个 言论市场的这种自由言论市场的这个自由竞争 的这种这个找出真理的这种这个 的哲学理论 像米尔顿他有考虑到这种这个真假掺杂的这个情况 但是他相信说最终这个邪不胜正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说真相只有一个 这个真相呢 不管从任何的这个消息来源来核实跟发布 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 而假消息呢 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宣传造假 所以有些人的这个假消息呢 可能讲的更多一点 有的人讲的更少一点 有的人讲更激进一点 有的人讲更保守一点 也就是真相永远都只有一个 可是造谣的方式有这个千千百百种 所以真相的这个力量最后会聚焦 而造假的方向会分散利分折弱 所以在米尔顿的这个心目中就是 造谣的人他是一盘散沙 他各自讲各自的 结果会互相矛盾互相抵触 最后大家还是会看到 那个谁说的才是对的 所以只要来源是更加的多元 然后我们时间能够这个拉长 米尔顿相信真相终将胜利 而且大家要想就是 像反方文学会认为说 我们这个是非常及时的啊 所以会充斥了错误的言论 然后来不及何时 但是我们在探讨是一个深刻的话题 我们在探讨深刻话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期待说 你这个一时半刻马上就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在探讨深刻话题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需要这核实个别的信息的真假 跟可信度的这个高低嘛 所以我觉得以正方的这个立场来讲啦 要求说我们看好的时间 花更长的时间 更多的这个篇谱 来聊一个深刻话题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过分的这个要求 那无论如何我觉得正方是 是不是朝这个方面去努力啦 正方并不是想要证明说 假消息相对的是比较这个少的 正方到后来是用一个非常兜底的这个打法 打包的把那种什么娱乐话啦 负面情绪啦 包括这个假消息啦 他都在整个这个损益笔里面去打包这个处理掉 那正方其实最后兜底的这一句话 就是说顶多就是吵嘛 吵吵闹闹也比安静好 而大家这个吵吵闹闹尽量这个碰撞 大家尽量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管是激进的有负面的这个情绪的 还是这个有真有假的 但是都无所谓 我们大家一起对付公堂 大家一起在这个辩论场上 大家一起这个争执在舆论场上面 分一个这个高低 他觉得说就是 大家这个吵 迟早有一天这个吵出一个道理来 就算没有吵出一个道理来 至少我们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来希望这个引起其他人的这个认可 那总比大家默默的躲在黑暗的这个角落 这个听着这个一言堂这个消息 来的这好得多 好那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一是我觉得适合的这个标准 最后我采纳正方的这个标准 是一个相对的这个比较 二是在比较的这个对象上 我觉得正方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刻画 三是正方虽然在个别的论点里面 比如说假消息的这个战场上面 我觉得反击的这个没有那么的成功 但是他最后有一个兜底的这个损益比 可以这个通盘的这个处理掉 那就是正方很勇敢的告诉大家 就算是网路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 也比过去的这个 金墨寒蟬的一言堂好 那反方有没有这样子的勇气跟判断 告诉大家说 我们觉得过去的一言堂 其实比现在的网路好的呢 我觉得反方没有办法做出 这样子的这个表态跟相应的这个论证 所以我会把我的这个印象票 投给今天的这个正方 那我最后再补充一点 我觉得就是以反方的这个预察 好像就是我们好像不可能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开历史的倒车 说我们不要网路了 我们回去一言堂 我们这个废掉这个网路 大家都断网反而更好 我觉得反方不可能这样子这个主张 但是因为题目有是 题目有限定是来探讨深刻话题的 所以我觉得反方至少可以来做一个 价值的这个切割来做这个受身 就是也许我们都支持网路社交媒体 我们都支持承认说 这个时代跟历史的进步 但是我们的着眼点可能是什么呢 因为网路带给我们言论的自由 带给我们更多元的发声管道 是让我们有这种话语权的解放 这是一件伟大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都支持网路不要开历史倒车 但是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 自由牺牲的就是什么 自由牺牲的就是 探讨深刻话题的这种这个机会 因为让大家都有话讲 让大家都有得讲 难免是会拉低 发言者的平均水平的 所以我们的发言的数值可能确实 真的都变差了 因为以前可能是要很有水平的 有素养的作家才能发表文章 才能写书可能是训练有素的记者 才能够发表这个报道 现在我们人人都是作家 人人都是作者 人人都是记者 大家都可以说自己的话了 但是话题就相对来说 就变得比较肤浅 就没变得那么深刻了 所以我们反方的立场应该不是说 我们是反对网路 反对这个进步的 而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就是追求自由的这个同时 其实是有牺牲掉一点东西的 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探讨深刻话题的机会 可能是类似这个样子吧 那我觉得反方没有明确的做表态 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开一套车的话 会让我觉得就是反方的立场 就没有正方来的那么坚决有说服力 那以上供大家参考 谢谢 感谢张哲耀先生 下面是刘晶晶先生进行点评 好 各位好 第一次做少数票 对 但我可以迅速地交代清楚 我印象票投给反方的原因 跟前面两位评审的 很多对于局势的发展 大概是类似的 但最后的结论 不太一样 第一个不太一样是 反方提出的50%的理性门槛 我这边是接收了的 第二个 对于正方在比赛后半程提出来的 是否需要真实的信息 即使骂人也没关系 这个阐述 我可以明白 但它离我最终达到正程这个变题 或者它跟变题之间产生连接 还差一步 所以基于以上两个原因 我把我的印象票投给反方 那么我会就这两块分别讲一讲 第一个 为什么我说反方50%的门槛 我听进去了 在一定程度上 倒不是因为50% 因为其实反方在讲 这个所谓的判断标准的时候 它其实是两句打包在一起讲的 一句叫理性超过50% 一句叫做 至少理性的声音应该是主流 或者理性的人应该占主流多数 这两句话在我来看 是表达同一个意思 但50%听着有点刺耳 它意味着某种机械的数学化的处理 会让我们大家觉得 这东西能量化吗 所以我确实觉得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不提50% 我们只提理性是主流就可以了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意思我可以接收到 区别仅在于 反方能不能正成 理性的声音应该要占主流 它才是一个好的 探讨深刻话题的平台 或者说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些杂音 或者这些状况 是否是不利于探讨深刻话题的 OK 但更多的是 正方质疑反方 我们现在难道不是理性的占大多数吗 你看看我们的数据 什么数据呢 我注意听了听 正方向反方这一轮50% 提起的几次不同的战场的进攻 一个是提出一个研究 舆论的反转 大概是有某种钟摆效应 或者钟摆的形态 OK 这个反方的反击方法是说 那这个有可能是政府在反转 但对于反方所说的 这个是政府在反转 正方的回应 有没有更清晰的态度谈回去 我听到正方有回应了 但是我不是特别对得上 正方的那个回应 对于反方的这个回应的 反击效果就在哪里 而正方在这个角度 在假消息这个层面 反方其实也是用了蛮多的篇幅 去做举证 虽然我承认这个举证是有跳动的 就究竟这个所谓占绝大多数的 或者占主流的究竟是理性的人 还是理性的声音 我觉得反方自己也是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好像才最终终于找到了一对数据的组合 能够比较稳的让自己站得住 一个是一开始提到的 有一个17.6万个新闻 然后其中假新闻大概占70% 这是一个数据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数据 大概可能不是 对不起 不是假消息的 是跟理性本身直接相关的 是关于一个研究表示 理性的声音或点赞的数量 是不理性声音的 对不起 二分之一 或者反过来说 不理性的声音 点赞的获得的结果是理性的两倍 大概我会觉得 反方同学可能主要依靠这两个数字 来挺立住自己对于理性站主流的捍卫 我一直在想 正方同学究竟有没有把这两个数据 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逻辑的结构打破 我觉得其实没有打破 在一定程度上在我这边是没有打破的 因为我确实没有听到 正方同学很正面的去扛 这两个数据所代表的论证的效力 那正方同学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用了舆论反转 那个东西来打 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被反方消化掉了 另外一个正方比较有杀伤力的是脱口秀 是脱口秀也可以寓教于乐 但这个呢 话题往下有一个很诡异的发展 就是正方的同学说 我来跟你讲脱口秀 寓教于乐怎么好 后面讲了一句 我这次比赛特别注意到要记一句 正方同学说 我后面有数据给大家讲 脱口秀这种寓教于乐的东西 怎么好 怎么占优 但我后续真的没听到这个数据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漏了 正方同学许诺有数据 但我没听到 而反方同学呢 没拆 或者说没有认真清晰地拆 脱口秀这种寓教于乐的 究竟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讨论当中 他的地位是什么 所以在我这边来看就是 正方举了一个脱口秀 但是没有承诺自己深入的举证数据 反方也没有认真的拆 在我这边看来 脱口秀大概就相当于是一个 孤立的卫星悬在太空中当中 一样可能对正方有一点加成 但是他有没有对反方伤筋动骨 我觉得倒还没有被反方伤筋动骨 因为反方在一定程度上 还有后续的比如说骂人的那个交手 反方说那我们不能骂人 正方说哎呀 互骂没意思 用户会流失的 这是正方我听到的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回应 反方有没有回应呢 在刚才建标说的那个 这个反方三变 一人之力逆转这个战局的某种态势里面 反方有讲啊 说不对 骂人是我们社交媒体平台 留下人最有意思的武器和手段 所以骂人这件事情 并不会被社交网络平台本身的属性所排斥 这个东西我有所接受到 所以接触到最后是什么呢 有没有假消息 假消息好像反方立住了 有没有骂人 有骂人 而且骂人的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合理性 好像也被反方留住了 有没有分裂和分化 有分裂有分化 因为反方想讲的是 两个不同的阵营之间 彼此无法沟通对话 正方说的是 那你说我们辩论比赛 是不是一个固定的 固定的撕裂 但反方也说 那我们虽然是固定的撕裂 各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好歹也还是在比赛的吧 所以在这个层面 我也觉得反方至少没有吃亏 唯一吃亏的就是脱口秀 就是娱乐本身会不会消解到 所有的对深刻问题的探讨 但关于这方面 反方也有自己正面的举证 比如王思聪的那个案例 大家迅速地开始聊舔狗 以至于对理性探讨的倾讶和侵占 我也接收到了 所以最后综合双方这个举证 反方是不是一开始 就清晰地打出了理性战主流 才叫适合探讨深刻话题呢 我觉得一开始是没有讲到的 反方也是一步一步一步 才把它忠于讲原的 但你问我最后的节点 是不是讲原了 或者说是不是挺住了 正方对反方的质疑 我这边的判准最后是 我觉得他挺下来了 虽然有点晚 但他的确是一个逐步让自己的论证 逐步加强的过程 如果真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不足的话 我觉得对这套架构的 深刻的掌握和理解 只集中在反方几位变手的手上 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因为它意味着可能没有办法 从比赛的一开始 双方就 至少反方用最清晰的构架来 跟评委讲 我们的构架是怎么回事 我来跟对方打 但作为我来讲 我觉得到最后比赛 快结束的时候 这套构架立在这边 我是无法无视它的正程的 所以对于我这块来讲 我就会在想 对于这块已经正程的构架 正方是怎么回应的呢 正方一开始只是告诉我们 你正不成50% 所以应该用我们的构架 叫做比之前的更好 但如果反方的确在我这边 形成了一个50% 或者理性的声音 更占主流的这样一套 判断标准及相应的举证的话呢 那正方那句话怎么算呢 正方似乎在后面 也没再告诉我们 为什么 就是我的标准就比你更好 为什么不应该用一个绝对的门槛 因为正方在后续开始进入到 我不管你的真假 你骂人也可以 你搞笑也可以 你说假话也可以 但我们还是在探讨深个话题 所以在这一步 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之后 OK 好 那我就开始撕裂了 在旧的那套标准体系下 我这边判断的反方赢了 现在就要看 正方掏出来的这个新的东西 叫做假没关系 骂人没关系 搞笑没关系 但都可以有助于 或者适合探讨深个话题 能不能得正了 对于我来讲 我最后要比的就是 这两条线打下来 双方谁做得更好 那就进入到 我刚才说的第二个 我投票 印象票给反方的原因是 我觉得 正方讲的这一套 很动听 很妙 但他就如同上午的那场比赛的正方 严密地在数据的论证之下 他哪怕正成了一件东西 但他最后合不合题 我仍然怀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我觉得今天这条题的正方 也一样如此 什么意思呢 哪怕事实 不是 不存在 不懂 我们根本不在乎王力宏 和他的太太 究竟谁伤害了谁 但我们仍然探讨了深刻的话题 我们探讨了什么深刻的话题 其实我没有从正方里面听到 就是 你说这样 因为 我不管是王力宏伤害了他太太 还是他太太伤害了王力宏 但我们今天就是要借机会探讨 男性对女性的 不公平的对待 男性对女性的伤害 听上去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内在的诡异 就是 你所有的 你如果基础的事实 没有办法有一个 前提条件的话 那后续探讨的深刻话题 你探讨了 什么的深刻话题 大家不会因为这种事实本身的混乱 而让我们的深刻话题 被逐渐的模糊焦点吗 我承认 反方并没有直接攻击这块 因为反方大概也 因为正方把他整套 这个 这个 所谓真不重要 骂人不重要 娱乐不重要的构架 完全展现是在正方的洁变 所以 我也不觉得反方有足够的时间 系统能拆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就 我总是会对心蹦出来的观点 他能不能贴合我们双方自己的论点和立场 是怀有比较高的 要求的论证义务的 上午那场如此 我秉持我一贯的作风 我对下午这场比赛 也还是抱有相通严格的标准 所以在这个标准之下 我就会觉得 我承认正方说的 真 我们还是可以讨论 骂人 我们也还是可以讨论 搞笑 我们还开始讨论 但讨论不等于探讨深刻话题 而正方恰恰缺乏告诉我的就是一个 在不真实的语境状况下 我们是探讨了一个什么真实的话题吗 难道就这么说吧 这个案例 的确 我才不管阿里的男员工女员工 究竟谁欺负了谁 谁诬告了谁 但我们今天就是要探讨 我们要保护女权 好像听上去 这个由头只不过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借口 而真正探讨的话题 与此无关 正方是要做到这么绝吗 我觉得其实正方可以做到这么绝 如果正方真的把这个话题往下推一步 讲到这么清晰彻底的话 我接受 这个清晰彻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所有的深刻话题 就如同正方自己的开篇一遍讲的 它是某种抽象的哲学和政治话题 所以它原本不依赖于某一个局部的社会热点事件而生 也不因为这个热点事件我们不去关注它 它就就此消亡了 如同对于社会公正的讨论 深不深刻 深刻 它并不需要我们看到996 我们才开始讨论社会的公平与否 就如同我们不需要王力宏和李燕雷的数件出现了 我们才开始探讨男女平权的问题 所以男女平权 社会公正 贫富差距这种深刻的话题 一直都在 所谓反方同学你们关心的那些数据的真与假 不过是为了让我们在过程当中重新唤起 我们还可以讨论这个议题的一个小小的契机 和这波澜如此而已 罢了 所以那个事实没有必要如此深刻的看待 我觉得如果正方能讲到这种清晰的程度 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什么是深刻话题 为什么这个深刻的抽象 是可以脱离于某种真与假的具体实时存在的 我认为那它是一个被正方新提出来的 真的包掉了反方观点的这样一套还能合体的论证 那我接受 这块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印象票投给正方 但我确实是觉得正方最后的语境都谈了 就真假不重要 是因为我们在这过程还是可以讨论的嘛 社交媒体还是在运转的嘛 但社交媒体在运转 在讨论 确实不等于在探讨深刻话题 这点的区分度始终没有办法过我这一关 就如同上午那场比赛一样 所以我这边的印象票呢 投给反方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想我也已经给了正反双方一些建议 我觉得正方的那个新出来的论点是非常漂亮的 只不过这个漂亮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 它需要借助于某种对于深刻话题究竟是什么特质 以至于它为什么可以不依托于某一个具体事件的真与假 但一直被我们讨论切中讨论不会失交 还可以让大家学到类似的所谓的新的知识 梅西登的效应 巴拉巴拉等等等等 我觉得它需要一个更扎实的论述 这是给正方的建议 而给反方的建议是 是这样 所有的遍体讨论最后一定会进入某种程度的价值的碰撞 而这种价值的碰撞可能是怀有某一些 非常听上去动听的价值在那边顶着的 比如今天正方他们自己观点所依托的价值如民主如自由 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容易动听及获取共情的 我在一定程度上反方的确需要一个价值基点 让自己的价值可以与正方的价值相对抗 虽然如我而言 我的确在一场辩论比赛的评判当中 我不会先天默认自由平等一定比不自由或不平等更好 我不具有这种先天预设的价值取向 但你要问我今天正方在最后的论述 有没有借助于某种价值的自由的平等 再替他来论证呢 我觉得有 但这是辩论比赛本身就是给正反双方提出的永恒的难题 反方难道在赛前不应该对这种潜在的价值的威胁性 做出足够的预备吗 我听到最后最后 我听到反方的四遍在讲 就是我们要准备好和大主流做对抗 我嘎嘎明白你的意思就是 不要在互联网上或者不要在网络社交平台上 被人云亦云或者被某种群体的氛围所裹挟 不要成为那个群体的暴力的帮凶 我都理解 但他时间又不够 又只有一句话的铺叠状况下 他是没有办法跟正方做价值的对撞的 但鉴于我个人对这两种价值的高下之分 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比较充足的时间的推演 的阐述才能够真正感动我的 我又是一个不是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人 所以我说说正方很努力地感动我 但这块的感动对我来讲加分不太高 加分不太高 但我觉得那不构成比赛本身胜负 胜负的真正的两个原因 刚才已经交代过了 所以但我这边也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 刚才建标和哲耀所说的 因为我觉得对于理性超50%这个说法 本身就是有风险性的 他在一定程度上体验了评审对于什么是理性 理性可不可以像这种 什么叫50%的这种阐述方式 是不是在评委心中是能够契合的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他是要讲究这些的 我是可以契合的 但我完全也理解有的评委是不可以契合的 那以后我们也许在备赛的时候 可以更多地考虑 不要用这种那么不容易被契合的方式来表述 也许会更好一点 那以上就是我投票的原因 和我给正反双方的一点点建议 请供大家参考 谢谢 感谢刘晶晶先生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 有请三位评审填写第三轮商讨票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他是来自正方代表队的四辩 石南同学 恭喜您 下面我将为大家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居组第二场的最终结果 第二轮环节分数票 胡建彪先生投给了正方 刘晶晶先生投出了平票 张哲耀先生投给了正方 第二轮投票结果是2比0 第三轮商讨票 胡建彪先生投给了正方 刘晶晶先生投给了反方 张哲耀先生投给了正方 第三轮投票结果是2比1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是 正方6票比反方2票 让我们恭喜正方代表队 赢得本场比赛 同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送给本场比赛的8位辩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